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金箱边的每一个框框里对应了相对应的表款 从我左手边这边开始看起呢 首先就是一些珠宝相关的表款 以女表为主 然后逐渐的过渡到超薄的题材 之前的几枚超薄腕表在这里都有展示 想知道一枚表能做到多薄的话 一定要记得来伯爵的展台 如果说你对古董腕表感兴趣的话 这里有四枚非常经典的伯爵当年的古董表款 用的都是从7P到9P各种各样的实应机芯 而它们最大的特色就是贯穿盘面的一体式链带设计 圆形方形都有男表女表皆在 而在古董表旁边呢 就是它们今年大火的79系列 这枚大金表的设计灵感来源 就是前面的那几枚古董表 接下来这枚呢 是今年伯爵在上海表展期间特别推出的新款 来自于伯爵Polo的Skeleton就是镂空表款 采用了黑色的陶瓷表壳 外加一个全镂空的设计 还有配上橡胶表带 这既是伯爵Polo系列最新的一个款式 同时呢也是42毫米表镜里边 你选择镂空通勤万表的一个新的选项 还有一点呢就是喜欢珠宝表的朋友 一定不要错过伯爵的展台 因为在展台门口 你就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龙凤主题相对应的表款 还有相对应的珠宝装饰 比如说上面这个非常大的龙的胸针 而在旁边呢 这三枚真的要特意说一下 都是飞行投飞轮万表 你看他们三枚万表的盘面呢 真的有各具特色 其中一个呢是祖母粒拼接 还有一个呢是蓝色的法郎 下面带底纹的修饰 另外一个呢就更厉害了 用各种尺寸的钻石做出一个放射状的效果